看一下季科 季科的话 大概高度的话也是一米多高 因为上面我们顶上的话 就已经剪过了 到这个顶端的话 已经举来了 说实上的话 今天同样也是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显机条 底下的话 有很多的机条的话 我们是要给它修剪的 底下的话 我们在20公分 主要这个高度 才是开始显 先用长机条的话 我们先不用去理它 先显根部的 这种机条的话 先养至先 像中间这种 这种机条的话 我们直接给它去掉 我们撩的话 就是撩顶上的 比如现在上来距离 20公分 这里的话撩上它 我们上面这些的话 给它去掉 然后的话上来这背机的话 再给它撩开 基根的话是 虫起来的机条 如果是虫起来的机条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给它 撤开 不能给它 不能给它 重起来 像这个顶端一样 顶端我们之前 有修剪过这一刀 修剪过了 然后的话 再长出来这种 再长出来的话 我们顶端 可以把它做成 分出来 分成吉塔 这样子分出来 然后的话 这上面的话 已经做了两层 上面机场的话 是四塔 上面机场的话 中间机场的话是三塔 上面机场的话 我们可以用三个机条 做三塔 然后也可以做成一个顶端 把它弯起来 做成一个顶端 做成我们显机条 就是要 测开来显 测开来 这种底线很低的 本来我们上面的话 就是 以一流20公分 但如果说靠得太近 上面的话 这些的话 我们就给它剪掉 这样就是给它剪掉 剪到这里的话 我们如果说离地面 大概也有40公分左右 这些的话 我们就开始 开始可以聊机条 好 比如现在这两个塔 我们可以显得不要 可以显得用上面的 或者上面的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如果说 上面这里高外界的话 我们就上面这塔不要 这个外界不要 然后的话就聊上 在这个距离 上面这个距离 跟这个距离之间 我们就聊上面的 这上面的话 这上面空间太少了 我们可以给它剪掉 像这种 给它剪掉 鸡条不是说大 都好 一定要给它有距离 现在剪了以后 是这样子的 上面 上面有一层 上面有一层 到顶端 顶端这里的话 可以做一个顶 同样一些三层 这几个鸡条的话 我们可以不要 同样给它去掉 因为靠得太近了 我们只聊个顶 看上 现在这个顶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顶 我们再给它做 选好鸡条出来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上面这一层 然后的话到上面这一层 这三层的话 就是三个鸡条 就是侧开 上面的话这个顶 我们可以分开 同样可以分开成 成为三 四塔 也可以做成一个平面的塔 因为 可以用铝线来 收边 收起来 这样子的话 就是选鸡条 刚开始我们选了 即刻的话 就是这样子 底下的话 因为底下靠很近 包括这种鸡条 这种鸡条 出来很长 我们可以先养鸡条 先不用去动它 假如说 里面很多那种毛牙的话 可以给它拔掉 抹掉 剪掉 上来这些的话 统一给它先养鸡条 养够长了 我们才去修剪 像上面顶端 这种长的鸡条的话 到时候用鸡线 来上了以后 我们才从中间这个剪掉 因为太长 因为这个顶端的话 我们也要不了那么长 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选好鸡条的话 就这样子 已经输出 输开了很多的鸡条 游戏没有用了 就不用了 不用聊了 就是选鸡条